我是来自辽宁省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黄建宁 我们是跟随辽宁重症医疗队 在2月2号的时候抵达武汉 我们现在工作的院区 是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东院区 这里主要是负责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请有高兴师 天天下班就是这一条路 我来回走 当年03年飞典的时候 我是工作刚刚工作6年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个是因为工作的时间短 再一个我们在辽宁 它并不是一个飞典爆发的医区 但是这次完全是自己深入到 整个的救治过程中了 飞机一到武汉 我们一落下来就觉得 心情是挺不一样的 以前我来过武汉 机场也是稀稀嚷嚷的 人非常多 然后马路啊坐车啊这种交通阻塞都是很严重的 但是真的当你在疫情中你再到了武汉 这个心里是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夜里到的 这个机场整个是空空旷旷的 非常冷静 马路上也是一样 给人那种挺凄凉的感觉 但是可能是作为医护工作者吧 我们对这个病毒是了解的 只要我们防护到位 我们不会被感染 我们有这个信念 所以我们才赶来 所以进了病房之后 其实我们对患者的那种感觉 你面对的是一个人 不是病毒 知道他们很多家里面都是 分别都患病 而且分别的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有的来回转院 从这个病区再移到病区 尤其是老年人 可能跟家里头都失去联系了 直到我们打电话 家属才知道患者在这里怎么样 那个时候他们就非常感谢 发自内心的那种 就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医生是最能体会到你 那种职业的荣耀感的时候 别人需要你是真正的需要你 而且他是真正的在感谢 这次参加的这种疫情的援救的 这些的女性比较多 我觉得是因为他是跟呼吸科 感染科相关的这个疾病 呼吸科感染科都是内科科室 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相对来说是多的 其实在临床我们真的是 尤其我们说内科 我们女生可以当男生一样用 我们能支起不止半边天 基本上在我们科里头 女性撑起了大概是整个天 内科男生是很少很少的 医生也会有无助的时候 当我们跟家属打电话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一个 最不愿意沟通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甚至有的家属是 我们一说是医院 家属那边说 你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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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我说 就是这样一个 这时候我们心里也是非常难受的 没想到会待这么久吧 但是现在看来肯定是还要再继续在这边接着工作的 但是又不能到处去走 其实这一点是大家一个遗憾 等疫情结束的时候 来年我们一定要在武汉再次来开明花 小旅行